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享受到健康發熱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認識抗物質 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食品 通常都會列明抗物質的成份 那袁醫生今集會和我們講解一下 抗物質和健康有什麼密切關係 那我們上一集就講解了維他命 抗物質和維他命一樣 都是一種扮演我們叫做 婦妹的角色 Co-Enzyme的角色 它能夠讓身體能夠迅速 確實地進行各行的活動 我們體液裏面的恰當的組合 血液和骨落的形成和神經功能的維護 都需要抗物質 當然抗物質是地球上自然存在的元素 特殊癌石也是由抗物質組成的 當癌石和石頭經過數百萬元的侵蝕 而裂成碎塊的時候 沙石都慢慢累積 然後形成是土壤裏面的基質 除了這些礦物鹽的微細粒子之外 土壤中還充滿能夠利用這些礦物鹽的微生物 當然當這些礦物質由土壤傳給植物 接著植物又被草食性的動物吃了 人類於是吸取這些食物或者草食性的動物 例如牛、羊 從而獲得抗物質供應身體使用 抗物質其實可以分成兩組 一種我們叫做巨量的礦物質 英文叫做macro mineral或者bulk mineral 還有一種微量的礦物質 或者叫micro或者trace mineral 巨量礦物質當然包括鈣、尾、鈣、甲、鱗 身體對這些需要量大 多於微量的礦物質 雖然身體的微量礦物質的需要 也需要量很少 但是它對健康是非常之重要的 微量的礦物質包括什麼? 身、升、鐵、銅、猛、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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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礦物質主要是儲存在身體骨落和肌肉的組織 如果要服用極大量的劑量 也可能導致礦物質過量 當然這些情況要長期大量使用 才會出現所謂毒性的累積 再說一句 其實在我們的過去 我們都很少有這些 因為礦物質過量而出現任何問題 我們知道礦物質是一種粗造的物料 有時候在吸收方面 可能都不太容易吸收得到 例如你吃些泥沙 泥沙裡面的食物 吸收多少其實都不太容易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礦物質的補充劑裡面 就加一些鉗合性 即是說在這些礦物質是黏著一種蛋白質的分子方面 利用這些蛋白質是將礦物質混輸到血液裡面 而增加礦物質的吸收 當礦物質和正餐一起服用的時候 在消化期間 通常就會被胃裡面的某種食物物質黏糊了 那吃哪種礦物質是比較好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具爭議性的 但是為了方便吸收得好些 我通常都建議 那些人如果採物礦物質的時候 盡量是找一些有鉗合性 我們叫做chelated的礦物質 那各種礦物質的分子 與相同的方法運作 在德國的漢納威 Hannover 和Sylbersea醫院裡面 有一位叫Dr.Hans Knepper 這個很出名的 因為西醫大 他採用很多字的工具去醫病 Dr.Napos 就發展了有一套 和抗物質輸送相關的理論 他發現在各種各樣的鉗合形式裡面 如果用一種叫Orotates Orotates 或者Arginate 就是這兩種的鉗合 ARGINATES 這兩種的鉗合方法是最有效的 因為他們對細胞質有親和力 以及能夠移動到哪裡 所以Dr.Napos的醫生 抗物質運送的理論 已經做了很多實驗 發現果然是用 Orotates 或者Arginate 鉗合的抗物質 是吸收最有效的 當然 一旦抗物質被吸收了 他也要運輸 由血液運到細胞 然後用細胞 能夠利用不同的形式通過細胞膜 當某些抗物質進入了身體 他一定跟其他的細胞質競爭被吸收 所以抗物質的攝取量應該保持均衡 譬如如果用過量的細胞膜 就反而會令身體內的酮流失 因為它會退掉 而過量的鈣 也會影響尾的吸收 總之用均衡的抗物質 補充劑才有利於身體 譬如鈣和尾 通常大家建議的比例都是二對一 鈣、二、尾、一 這樣之下來服用 當然如果纖維 也會減低抗物質吸收 所以通常就不要同時 吃高纖維和抗物質的食物補充劑 接下來原醫生會為大家講解一下 各種不同的抗物質 第一種是鵬 鵬我英文叫做BORON 當然鵬在攝取鈣質和維持骨絡健康 骨絡健康是需要微量的鵬 但大部分人都不會缺乏鵬 但是老年人其實每天都補充 二到三毫克的鵬是有益的 因為他們對鈣質的吸收 都會有幫助 最近美國農業部的研究 他說一些所謂 根延期的女性 如果連續八天都補充三毫克的鵬 其實可以減少40%的鈣 三分之一的尾 以及很多的鵬 是經過尿液的流失的 即是說 因為BORON本身的鈣 是可以幫助我們留住鈣 和尾 所以既然和骨絡很有關係 什麼食物都有 葉菜類 水果 核果 菊類 當然 這是一種微量的鈣 所以 小心每天都不要吸收 多於三毫克 那鈣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鈣和骨絡牙齒的形成 正常的心跳的維持 神經衝動和傳導 都是很重要的 肌肉的生長和收縮 或者肌肉的經亂 或者預防 其實都需要鈣 那它血液的凝固 是必需要的 除了維他命K 鈣其實很重要的 它會幫助 防止 結腸牙磨 大家知道 腸牙已經成為第二大殺手 很快就成為第一大殺手 它也可以降低血壓 和預防骨絡鬆疏 鈣能夠提供能量 和參與 所謂RNA和DNA 蛋白質的形成 和結構的作用 它也都參與 酵素的活化作用 例如 Lypase 即是解脂 梅 脂肪的活化 和鈣的吸收 也都需要 Lycin 尼胺酸 一種胺基酸 也都幫助鈣的吸收 當然 鈣的質 是會抑制 圓 一種重金屬的吸收 可以幫助 保護骨絡和牙齒 免受些圓的害 你知道 圓是一種重金屬 總而我們很多工業的油漆裡面 都會有圓的含量比較高 如果缺乏鈣 圓就會被身體吸收 會沉積於骨絡和牙齒 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小孩子 牙咬很多的小孩子 其實身體 很多時候有比較多的圓 那種成分 缺乏鈣 也可以導致其他的症狀 包括肌肉經亂 神經緊張 心跪 指甲脆弱 濕疹 高血壓 關節痛 膽固醇量的升高 風濕性關節炎 蛛牙 濕眠 軟骨病 手臂 腿髮麻 小量多次用一天所需要的鈣 或者睡覺之前用 是比較有效的 當晚上服用的時候 也可以幫助我們促進睡覺 即是 儘量是 次數多些 不用那麼大量 一次大量用 反而效果沒有那麼好 當然由於 女性荷爾蒙量降低的時候 女運動員和婦女在停經之後 可以令到鈣 能夠吸收更多的鈣 當然 女性荷爾蒙可以令到鈣 沉積骨落 當然是 保護我們全身的骨落的結構 所以為何 就停經之後 女性很多就出現骨質鬆 這類的問題 來源方面 大家都知道 乳製品 含乳骨的 蛙魚 有時候沙甸魚 既然吃了骨 骨是軟的話 咬得爛 就吃了它 海鮮 綠葉菜類 杏仁果 蘆筍 黑椒糖 像是 白卜莫拉茲 椰酒 酵母 椰花 椰菜 酸魚 Butter milk 甘藍 角豆 雪橘 乳鱷 蒲公英 蒲公英 毛花果 羊奶 海帶 芥末 醃物 芝麻 芝麻 其实钙的成分是相当之高的 有芝麻糊、芝麻食物 乳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知道有什么要留意 譬如草酸在大豆、菠菜、大黄、甜菜叶、杏仁果里面 在小肠中是会与钙结合的 于是令到它吸收不到的 或者减低吸收的 因此而防外钙质的吸收 当然偶然食一些含酸的物质 就不会有什么大外 当然也不会折制的食用 而抑制钙的吸收 有些人经常说钙和肾有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有些人是真的有严重的肾病 就不应该使用钙的补充 钙可能是会干扰Vera Pairman这种效用 一种心脏钙 来自通用的阻剂 就是心脏病药 一种称为钙 这种钙也会中和和吸收钙需要的遗酸 身体需要遗酸吸收 钙和铁用在一起 也会减低两者的效用 过量用钙也会干扰身的吸收 正如过量用钙会吸收钙的吸收一样 通常在这种情况 我就用一种头发的抗物型分析 来看看身体的抗物型分布情况 现在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继续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了解与你 继续我们今集的题目 认识抗物质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到 关于钙的 还有一些要补充 是的 那我们知道 如果食物缺乏维他命D 或者服食过量的鱗和尾 这个亦都会妨碍钙的吸收 还有 过度的运动 亦都会妨碍钙的吸收 所以适量的运动 就很重要 但是过量是反而不太好 当然 任何含有过量的蛋白质 脂肪 脂肪或者糖类的饮品 亦都会影响钙的吸收 一般美国人的饮食之中 有很多肉类 精练的谷类 和汽水 因为汽水里面含鱿 是很高的 是 有一种鱿酸 这反而导致成人的骨質流失 我经常见到美国人 他们饮很多牛奶 但是他们骨質松疏的问题 其实都是很普及的 所以有些人说 你饮牛奶是否帮助 那个钙 就是有大量的钙呢 但是问题是 因为你其他的食物 还有很多肉类 和汽水里面有轮的膏 反而令到我们的钙 是会流失的 所以我们应该吃多些高钙 但是要低轮的蔬菜 水果和完整的谷类 是 有时我也听过 很多人说 你吃的钙片 其实没有用的 因为身体吸收不到 用不到的 有时你也想想想 到底我现在吃的牌子 那只钙 是不是吸收得容易呢 简单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把钙片放在暖水里面 摇一摇 如果钙片在24小时里面 都不能够溶解 这个钙的吸收是很难的 应该换另一个牌子 以下来 袁医生 请你和我们讲下 鲁这种矿物质 我们不是经常听到这种矿物质 其实鲁是对我们的葡萄糖的代謝很重要的 甚至乎我们有一种叫做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 叫做GTF 那之后 也叫做葡萄糖内受的因子 那因为呢 它是产生能量必备的物质 那它对那个胆固醇 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呢 也非常之重要的 那这个必需的矿物质呢 在糖尿病和低血糖患者里面 会透过适当地利用 那个胰岛素是维持稳定的 那个血糖的浓度的 那就是血脂里面的鲁的浓度低呢 也都会表示 冠状动物有毛病 所以呢 鲁是那个 那个糖尿的问题啊 还有那个 冠状动物的问题很重要的 那一般的美国人呢 饮食都缺乏落的 是Cromium的 那研究人员呢 估计呢 每三个每个人 美国人里面呢 都有两个呢 是患有低血糖的 这个很很常见的问题来的 那低血糖的前期 或者是糖尿病都好 就是低血糖呢 处理都不好呢 就慢慢的是变成糖尿的 那所以这么说呢 低血糖可以被说 是一种糖尿病的前期的 那当然呢 土壤和水缘缺乏落 还有如果饮食中 含有太多的精济的白糖啊 白面粉啊 还有很多时候可以叫做 垃圾食物呢 都会威胁身体里面 正常的血糖浓度的能力的 嗯 好了 那落在什么地方 吸收到呢 啤酒啦 啤酒酵母啦 糙米啦 乳酪啦 肉类啦 完整的谷类啦 也都可能呢 见到在些干豆啊 鸡肉啊 肉米和肉米油啊 乳製品啊 小牛肝啊 香菇和马铃薯都可以找得到的 好了 有没有副作用呢 暂时未听过 嗯 那铜呢 是啦 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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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啊 骨骂呢 很重要啦 血红蛋白呢 我们Hemoglobin呢 以及红血球的形成呢 啊 都很非常之 要靠那个铜的 那 他亦都跟那个身 维他命C呢 均衡运作呢 能够形成 弹性的蛋白 我们叫做Elasin 弹性的蛋白 当然会牵涉到伤口预合的过程, 制造能量,头发,皮肤的颜色,味觉等等。 缺乏酮的早期症状之一,就是骨湿松疏。 酮是形成胶原蛋白所必需的, 胶原蛋白的collagen也会构成骨头间质结构的问题。 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只说钙,吸收钙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需要骨胶原, 不然钙只有多钙,而没有骨胶原的骨落就会很脆, 所以很多时候反而会骨质松疏,或者骨质很脆,很容易断。 好了,铜的来源,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一般现时的水管,其实是铜管,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食水里面, 不多不少都已经有很多铜的成分在这里了。 铜和铜是广泛分布在各种食物里面, 包括杏仁果,酪梨,大蜜,豆类,甜菜根, 黑椒糖,black shermalensis, 绿花叶,椰菜,蒲公英,蒜,扁豆,干香菇, 核果,燕麦,柳橙,内藏,胡桃,葡萄干, 鸡,鲑鱼,海鲜,大豆,很多的。 你看到,其实有一种的黑椒糖, 叫做blackstrum melansis, 其实很多矿物盈很丰富。 如果大家有时觉得, 哎呀,那么多食物,怎么去找呢? 其实你就去买一些黑椒糖。 黑椒糖,其实在製造那个蔗糖的过程里面, 是一笔道将那个蔗汁挥发了, 那剩下的那些, 其实就含有很多矿物盐的这些蔗糖的渣, 所谓的, 那所以呢,就是黑黑的, 有点焦焦的味道。 那这个是一种矿物盐的, 很好的来源来的。 好了,那有时大家有担心, 就是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矿物盐的摄水呢? 就每天, 你能找一根这些黑椒糖, 当麦糖那样用, 在一个饮品里面。 好了, 我发现, 如果用过量的酸, 或者维他命C, 会减低身体里面的酮的含量。 但是如果你服用过多的酮, 维他命C的酸, 和含量都会减低下来的。 那就是和大家强调, 其实很多时候, 常常是均匀饮食, 和我们服用这些矿物盐的时候, 我们最好用一些均匀一点的, 就像我昨天所说的, 黑椒糖里面。 因为黑椒糖什么都有些, 这样服用方法就会比较更加好。 这种矿物质好像很矜贵的, 我听闻。 是的, 我们叫做Germanium, 其实很几年前, 有一位日本的地质学家, Giologist, 他自己患有喉癌。 结果, 他研究了一段时间, 因为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他从矿物里面提炼一些酸, 原来这个矿物质是一种吸收养分的工具。 即是说, 如果我们认同, 癌是一个养分不足情况出现的现象, 如果有任何工具可以供应养分, 其实可以控制癌症。 Dr.Azai, 他在东京, 他用这个方法控制了自己的痕癌。 我亲身去过东京, 也有很多年前, 去拜访他。 他也跟他们谈有关这件事, 主要他有一本书, 这本书也有很多年前, 就是说他的经历和发言。 他发现, 如果每日用大概100-300毫克的字, 者可以改善很多的疾病, 包括风湿性关节炎, 食物过敏, 高胆固醇, 念珠菌的病, 慢性病毒感染, 癌症, 艾滋病等。 者同时也是一种作用很快的止痛剂。 者的任务是自身附住在养分上, 这些痕癌就会携带到身体各部份, 以增加细胞的含氧量。 身体需要养, 维持免疫系统正常的运作, 也有帮助身体排除毒素。 阿沙尔博士当时相信, 所有病都是因为部位的供养不足。 当时研究人员已经显示, 有机者能够提高组织含氧量有效方法, 因为它和红血蛋白一样, 是养的攜带者。 有机者, Germanium132的价格是相当贵的, 因为在植物里面的发现量很少, 要少量的者, 需要很大量的植物。 当时在日本有一间公司是制造的, 我记得我当时去拜访它的时候, 我都买了一些, 那时一千元加币, 所买的份量都是一个病人, 都不够两个星期用的, 相当之贵的。 幸好, 现在除了日本这间公司, 早然懂得制作这个, 其实现在有其他公司都做这件事。 好了, 来源方面, 在芦苇, Comfrey, 智利草, 大蒜, 人参, 日本的香菇, 洋葱, Suma, 这些地方, 都可以提煉得到这个者。 副作用方面, 目前从未曾发现过有任何副作用。 那边呢? 癫, Iodina, 大家都知道, 癫是和大颈泡, 第一方面, 个人一听就知道, 是和大颈泡有关的。 当然身体是需要微量的癫, 帮助代謝过多脂肪, 对身体的心身的发展都很重要。 癫也都维持我们甲状线, 和防止甲状线总大所必需要的矿物质。 那肾脂肪, 都可能因为癫的引起, 所以在成长期间, 有一个病叫Cretinism, C-R-E-T-I-N-I-S-M, 其实是因为, 10元仔, 因为缺乏癫, 引起一种迟钝, 或者成长不良的问题。 但最近发现, 缺乏癫和乳癌都有关的。 所以现在有种的做法, 很多时候, 人们会长期服食一些癫的制剂, 来做一种预防癌症, 以及增加身体的生存代謝的体力。 好了, 来源方面, 当然海产, 海产食物, 咸水鱼, 海带, 也可以看到一些芦笋, 那个长状的红皮醋, Douche, Douche是其他种海带。 白色的深水鱼, 大蒜, 黄带, 黄带, 菇类, 海盐, 芝麻, 大豆, 菠菜, 有种叫做Squatch, 很多这些, 最简单的就是海带的食物。 但也知道, 如果大量吃那个, 进食的颠, 防外颠的进入甲状线, 比如这些食物, 比如金蓝的菜牙, 金蓝菜, 白花椰菜, 土, 里, 菠菜, 毛青, 都会防外颠入甲状线。 如果有甲状线功能减退的毛病, 应该限制这种食物。 当然, 如果过多个丁质, 就是超过RDA30倍, 亦都会产生口汗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或者山仓, 或者产生口水热的肿胀, 腻下, 当然, 这份量要高很多才出现这个问题。 好,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语》 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认识抗物质》 以下来, 袁医生会跟我们谈谈铁质的。 铁当然跟我们的贫血有关, 因为铁的最主要功能是製造血红蛋白, 我英文叫做Hemoglobin, 亦都令到血红蛋白含氧。 铁血液里面含氧最高的抗物质, 但是它对很多的酵素都很重要的, 而且对审物质的成长和疾病的抵抗都很重要。 健康的免疫系统和能量的制造都需要铁, 那么维他命C能够令到铁的吸收提升30%。 那么脱发脱有什么症状呢? 包括毛发容易脆, 指甲呈那个汤匙巾, 或者有一种中向突出来, 就是凹凹凹凹, 好像匙巾弯起来, 毛发脱落, 皮蕾, 面色瘡白, 头昏, 贫血等等。 该身体呢, 亦都需要盐足够的元酸, 才可以吸收铁。 要足进铁质完全吸收, 我亦都需要其他的抗物原码, 比如铜, 盲, 背, 维他命A, 和维他命B杂。 有一份杂志, 我们叫做Journal of Overmolecular Medicine, 这份医学期刊报导, 它是风湿性关节炎, 和癌症会破坏铁质的利用。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 很多时候都有一种贫血, 也都在癌症的病人里面, 很多时候最后都有贫血的现象。 我最近认识了一位科学家, 他也有研究健康方面, 他跟我说, 其实癌症病人最终最终都是死在什么呢? 死在贫血, 血不足。 你可以看到, 贫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了, 尽管肝, 胰, 骨髓, 骨髓里面的存储, 足够的血质, 但是仍然都会导致贫血。 好了, 这个报道就说, 铁质缺乏, 较常见于念珠菌病, 和慢性抛肾的患者里面。 当然, 过多血聚绩在组绩里面, 有一种叫做血色素沉着病, 一种罕有的病, 这种病会令皮肤变为啡色, 肝硬化, 糖尿病, 和心脏的毛病。 好了, 铁的来源在哪里呢? 食物里面, 蛋, 鱼, 肝, 肉, 家禽, 绿叶菜类, 和未经加工的谷类, 有时候含有盐加成份的面包和麦包, 很多时候你看到的, 面包里面叫做enrich bread, 其实是其中一样要加进去的。 其他食物来源包括杏仁果, 酪梨, 甜菜, 黑椒糖, 黑椒糖, 啤酒酵母, Dolchus, 一种叫做掌状红皮的草, 就是一种海大来的, 蛋黄, 海大, 腎状, 皇帝豆, 扁豆, 粟, 香草, 土, 干鸣, 南瓜, 葡萄干, 米康蜜, 配芝麻大豆 当然 铁是一个常有的 常见的抗物盐 和其他抗物盐 有什么要留意呢 我们发现过量的 和维他命E 会干扰铁的吸收 有些从事激烈运动 和排汗量大的人 亦都容易 令到铁质消耗 因为铁能够 存在身体内 但是适量摄取的铁 高量 如果摄取铁 都会产生问题 因为它可以积存在身体内 组织和器官内 增加的铁质 就会导致自由肌形成 即是生瘦 铁生瘦 而且增加维他命E 的需求 维他命E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粧 就是清除 游离机 铁质缺乏的原因 可能有几种 比如有些人小肠出血 或者经血过多 或者高轮的食物 消化不良 长期生病 腸胃溃养 长期用一些制酸剂 有没有用过多的咖啡 或者茶 或者其他 不是因为营养缺乏 导致的原因 医生在开補铁剂 的营养配方之前 应该要调查 病人有没有这种症状 当然很多时候 医生会用炎血的方法 很快看到的 如果医生发现缺乏维他命B B6 B12 也是贫血的原因 所以说 贫血的原因有几类 跟大家分享过 铁的贫血 B6 B12 和一种叶酸 都是一种常见的贫血方法 的问题 好了 有一种说法 他说 在这份雜誌 1988年 都已经刊登了出来 《Journal of Orphal Molecular Medicine》 曾经所提及的 当患有病菌感染的时候 就不应该额外 是补充铁质的 因为什么呢 病菌是生长需要铁质的 而且当受到感染的时候 身体只会储存铁 就不会在这个时候用它 那时候不要去补铁 因为这个只会被那些 细菌病菌 当成一种食物 肢长病菌的生长 嗯 明白了 那铁呢 好了 铁呢 那铁呢 大家知道铁是酵素的作用 需要的必需的抗物质 那它辅助铁和甲的吸收 它佛美会干扰神经冲动 传道去肌肉那里 引起暴躁和紧张 食物中补充美能够帮助 预防抑鬱 肌肉和头昏 肌肉衰竭 肌肉抽痛 心脏疾病 高血压 并且维持体内适当的 我们叫做酸胭值那方面 酸胭值那方面 那它亦都是抗物质 保护那个动物管 避免受血压 突然改变 而引起的压迫 那在骨肉呢 形成了糖类和抗物质 代謝方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在维他命B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胃能够帮助 减少和溶解 鸿酸钙所形成的结石 那 美痛 再讲 很多时候 当这些人 突然之间心脏病发 那便进入医院 其实呢 医院通常是怎么去帮他呢 就是用那个静蜜 直住胃的 美是可以令他放松的 那我亦都听过 有些人就说 我们应该是用那个 吃那个阿士不灵 那很多时候 认为阿士不灵 是一种薄血药 那有些人心脏问题 心血紧失 那便会用阿士不灵的药 他以为阿士不灵 是帮助一种薄血作用 那原来发现 其实呢 不是阿士不灵 是阿士不灵 那里面呢 用一种叫做美的阿士不灵 也叫做buffer buffer 那其实通常呢 其实就是加些美 作为一个阿士不灵的buffer 缓冲 那样 那其实发现呢 其实呢 之所以有效呢 就不是因为阿士不灵 是因为本质的美 在里面的关系 那大部分食物呢 都含有美 那里呢 尤其是乳製品 啊 鱼啊 肉类海鲜啊 那他都有含有美的食物呢 包括苹果啊 啊 啊 杏果的epicot 啊 啊 下来啊 香蕉啊 黑椒糖啊 啊 这些都是一种 就是经常会看到的 啤酒酵母啦 糙米啦 毛花果啦 大蒜海带 那个黄帝豆啊 啊 粟啊 啊 黑眼豆 啊 就是black eye pea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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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绿绿 啊 那个绿绿 那个绿绿 啊 和未加工的菊蕾啦 好了 留意了 这方面要留意呢 酒精 利尿剂 下利 和绿化物呢 高量的薪和维他命D呢 亦都会增加对美的需求的 那 那美结合了维他命D6呢 啊 paradoxon呢 就可以防止 叶酸 钙 形成的 腎结石 嗯 嗯 那高量的脂肪啊 啊 鱼干油啊 钙啊 维他命D 蛋白质呢 亦都会减低美的吸收的 那食物里面呢 含有高量的叶酸呢 啊 啊 譬如那个 杏仁果啦 啊 啊 啊 可可啦 叶酵啦 大黄啊 茶呢 都亦都会益制美的吸收的 那就是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好像觉得很比较很复杂啦 那很多人用的时候呢 都不知道 就是 招顾不到那么多的顾虑的 那但是最重要呢 啊 在天然的食物里面呢 譬如我曾经所强调的那个黑椒糖呢 其实本身已经很足够了 是 好了 接着来呢 芒啦 Manganese啦 那Manganese啦 那Manganese是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謝啦 健康的神经和免疫系统 和血糖的调节等呢 亦都需要少量的芒 Manganese的 那它用来制造能量啦 是正常骨骼成长 和再生所需要的 Manganese是缺铁 那个贫血的人呢 必需要的抗物质 它是利用维他命B1 和维他命E呢 所需要的的物质来的 那Manganese和其他的维他命B群呢 就要合作 合作无限限 令它身体上下感到无限的 舒适的感觉啦 它亦都协助制造母乳 亦都是氧化脂肪 和那个代謝飘连飘连的 所需要的酵素的 Manganese 好了 沉有Manganese最多的食物呢 是包括 酪梨啦 俠桃啦 那个种子啦 海草啦 未加工的菊蕾啦 亦都可以看到蓝莓啊 蛋黄啊 豆花植物啊 光果啊 鳳梨啊 菠菜啊 葉綠素的植物的 好了 副作用方面呢 暂时都不觉得有的 现在休息一会儿 转头回来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认识抗物质 以下来袁医生会和我们讲下木 是的 木呢 英文叫做molidinum 那这种必须的矿物质 用在代謝含淡 含淡 含淡的物质 能够令到身体利用淡 那它为它需要的量 是相当很少的 我叫做微元素的 那协助飘莲 转为尿酸的最后的几个步骤来的 那也都促进正常的细胞功能 那而且是黄飘莲那个氧化煤 就是Santhin Oxidate 系统的一部分来的 那木呢 是通常呢 在肝啊 骨骼啊 腎啊 那里 就是找得到的了 那低量的取 那个摄取量呢 和口腔牙周的毛病 和癌症都有关的 那这些很多呢 含有很多精製的 和加工食物的食品呢 就容易是产生缺乏的 那缺乏症呢 当然呢 能够令到中年以后的男人呢 性无能 木有这个的 有这个症状的 中年男士的性无能这方面 好了 那怎么补充呢 豆类啦 谷类啦 豆科的植物啦 碗豆啦 那个森绿的叶菜类啦 那跟大家经常都讲啦 其实食物里面呢 我们现在已经尽量呢 是将谷类减少它 就尽量呢 是豆类 增加多些的 好了 以什么要留意呢 热度和湿气呢 都会改变这个抗物质的作用的 那我们每日大量 要摄取大概15个毫克 那也都可能会出现痛风 就是量不可以太多了 那摄取过量的轮呢 也都可能呢 是减低个木的含量的 那么过量的木呢 也都会干扰铜的代謝 那你都看到呢 其实都挺复杂的 就是大家互相的关系 好了 接着讲轮啦 轮啦 骨落和牙齿的形成啊 细胞生长啊 心肌的收缩啊 那个肾脏功能呢 其实都需要轮的 那要保持呢 经常要保持呢 美呀 鈣呀 轮的平衡啦 那如果呢 是其中一项多或者少呢 其实对身体都有不良的作用的了 好了 来源方面 缺轮的情况很少的 因为大部分食物都有轮的 尤其是汽水啊 汽水的轮酸 phosphoric acid这种酸 含轮丰富的食物 包括鲁笋啦 蜜胚啦 啤酒酵母啦 玉米啦 鱼制品啦 蛋啊 鱼啊 缺水的水果啊 大蒜啦 豆花植物啦 核果啊 芝麻啦 葵瓜子 南瓜子 肉瓜啊 家琴啦 蛙鱼啦 未加工的谷类 都有的 那 注意方面呢 过量的轮呢 会干扰 干扰钙的吸收的 那其实大部分的 过多些垃圾食物呢 其实是轮是比较高的 好了 跟着我和大家说 是那个甲啦 甲 甲 是potassium啦 那 这种抗蜜炎呢 对神经的健康 以及规律的心跳 很重要的 那会帮助呢 预防那个中风啦 协助正常的肌肉的收缩啦 它和纳合作呢 是能够控制体内的水分的平衡的 甲对细胞内的化学的反应 很重要的 协助维持 穩定血压和神经冲动的 的传度了 那也都是调节呢 是养分的转送到细胞 那个甲是很重要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见到呢 很多的病人 在治疗过程里面 经常都说 炎血滑到甲呢 甲太高啊 那样 那就是就出现呢 就是它经常那么怕呢 会不会导致 心信物不规则 这些问题 好了 来源方面呢 含甲的食物 包括啦 乳製品啦 乳啦 水果啦 豆花的植物啦 肉加禽 蔬菜 未加工的穀物啦 甲尤其是看起 我们的恨果 Apricot 那方面 鹿梨啊 香蕉啊 黑椒 黑椒糖啦 啤酒酵母啊 草米啊 毛花果啊 酸啊 黑糖啊 马铃薯啊 葡萄干啊 Squatch啦 这些小物啊 番薯啊 其实都是很多这些的 留意啦 尼尿剂 腎壮病 下腻通便剂 也都会破坏甲的浓度的 那虽然荷尔蒙分泌呢 是需要甲啦 但如果因为紧张 而分泌的荷尔蒙呢 会减低 身体内外甲 和蜜的比例的 嗯 水分的调节呢 通常呢 蜜呢 在细胞外多 蜜呢 在细胞内多的 那么神经系统 是很需要这两个 抗蜜盐的平衡啦 跟着跟大家讲 是西啦 Celenium Celenium 是一个很重要的抗氧化剂 尤其是跟维他命E 才能够发挥其作用的 那身为一种抗氧化剂 那西呢 是防止自由基形成 和保护免疫系统的 那 可以这么说呢 啊 那西和维他命E呢 协助呢 是帮助抗体里面的制造 和维持心脏的健康的 那 那 疑状的功能和组织弹性呢 也都需要这种的微元素 那 那 腎病呢 癌症和心脏病下 都跟那个缺乏西有关的 那我发现呢 是纽西兰的地方呢 土壤呢 其实澳洲都是这样的 都比较西比较少的 那所以呢 他们那些 那些牛羊呢 经常呢 会有些肌肉的衰竭 包括心肌在内 那 那通常呢 那些 就是 在 在澳洲呢 都认为呢 因为土壤的西不足呢 导致癌比较多的 那 我最近呢 有个朋友都强调了 他说其实呢 禽流感 就是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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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患流感呢 都因为呢 是他那个 治疗里面的西不足 嗯 那他现在是 是开始呢 在治养的那些鸡脊里面呢 他就用大量补充西 就是一种 一种 当然呢 他身体的人都缺乏 因为缺乏西呢 而癌症都比较多 那 好了 那这个一个 就是微元素得来 是非常之重要的 西呢 在什么呢 在肉类啊 谷类啊 当然要视乎 那个土壤的成分 那 又看到巴西合果啊 啤酒酵母啊 绿花椰菜啊 糙米啊 鸡肉啊 乳製品啊 蒜啊 干啊 黑椒糖啊 洋葱啊 蛙鱼啊 海鲜啊 小麦配汤的 其实可以看到呢 是很视乎那个土壤的本身 如果土壤没有这个呢 其实很多食物呢 可能都出现这个问题 接着说 植了 silica 那植和骨落和结体的组织 所谓 胶原蛋白的形成 健康的指甲啊 皮肤啊 毛发啊 骨落形成的早期的 钙质的吸收 是必要的元素来的 那维持动物的弹性 也都需要植 它是预防心脏血管疾病的主角来的 植对抗铝 在身体体内的作用 也都可以预防 我们叫做Alzheimer 就是老人痴癌症 和骨質松疏很重要的 那植的浓度呢 是会随着燃脊 而漸漸减 那所以呢 老人家呢 是需要补充比较多的 那其他的 比如鹌啊 铆啊 钛啊 铐啊 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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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帮助植的利用率 那食物方面 木缩啊 甜菜啊 草米啊 木材啊 Aquisitum Aquisitum 很多时候 是采取在一些小朋友 赖料的问题 使用这种木材 木材 草药 原来他里面 那个植的成分 也相当 母乳、大豆、中型椒、绿叶菜、未加工的谷类 幸好目前为止,植都没什么副作用 接着腊,腊的水分的平衡,血液的酸碱植是不可以缺少腊 胃、神经、肌肉的功能亦都需要它 如果缺乏腊的情况是很少,因为腊是无主不在的 即是咸、甜的东西 但没有腊的时候就会引起头脑不清、低血糖、体药、缺水、分水、心跪那种症状 甲腊的平衡对身体当然是必要 但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吸收腊是过多的 因为咸的东西多,自然来是要增加甲的需要量 因为甲和蚊一定要平衡一点 那乐远其实什么食物都有腊 个量的腊会导致水肿、血压高、缺乏的甲、肝和肾的病 腊的水量如果没有适当地和甲平衡 也会导致心脏的毛病 然后是硫黄 身体是一种酸化的抗物质 亦有一种叫甲硫氨酸、maphionine、sistine、半光氨酸 和牛黄酸、taurine、glutafion 其实这些化学的机构全部都是需要硫磺的 硫磺就是硫磺 硫磺能够消毒血液、抵抗疾病菌 保护细胞质、附助氧化的作用 刺激肝分泌的胆汁、预防有毒的物质 以及防止有害的辐射和污染的作用 瘤也会缓减老化和延长的寿命 也可以看到在血红蛋白里面 和全身的组织都可以看到 而且是胶原蛋白合成的时候需要的抗物炎 可以看到胶原蛋白防止皮肤干燥 以及保持它的弹性 好了,那硫磺的来源是哪里呢? 是金蓝菜、干豆、鸡蛋、鱼、蒜、木刹 草药、草药、菠菜、肉、洋葱、大豆、毛青、小麦胚胎 其他很多的氨基酸那类 其实这个来源都是比较广泛性的 好了,过湿和热度也会损坏和改变 可以留在身体里面的作用 好了,Vanadium 这个是很少的 身体里面的代謝用的骨落、牙齿形成都需要繁 它在生长、生殖和抑制胆固醇合成的方面 这边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心脏血管和肾脏的疾病和不良的伸殖力 和婴儿死亡率的增加似乎和饭都有关 饭在身体里不是那么容易吸收得到 食物来源、鱼、植物油、橄榄、扁豆、肉类、萝卜、 未加工的谷类,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饭和蜡之间都有交互作用 在不同的时间服用 当然烟草也会减少饭吸收 最后来到新了 新是升,这种必需的矿物原则 对前列线的功能和生殖器官的发育 是非常重要的 但物质的合成和胶原蛋白的形成都需要新的 它亦都会促进免疫系统 健康和伤口的愈合 新亦都会产生这种新立刺激味觉和臭觉 和保护肝脏面被化学物质伤害 要维持血液里面的维他命E的适当浓度 也都要足够吸收到新的 你也看到有时候臭觉的问题 前列线的问题和皮肤 很多时候我们的资料 暗瘡 上次有提及 我都用过去吃新的 好了,新在哪里呢? 鱼 鱼 豆科植物 肉 稻蚂 即是 Oyster 那方面 加芹 海鲜 未加工的谷类 深含量丰富的有 啤酒酵母 蛋黄 羊扒 羊黄桂豆 肝 菇类 胡桃 南瓜子 沙甘鱼 大豆 鱼 大豆 葵瓜子 土豆方面 即是蚝 即是我想说 Oyster 是蚝 那方面 每肉的新的用量 如果超过100mhz 反而会抑制免疫能力 但如果低过100mhz 的用量 才会增加免疫的反应 那 下里 肾脏的毛病 肝癌化 糖尿病 之类 亦都会减低新的含量 所以要适当地用新的平衡 永远都是 饮用硬水 亦都会影响新的含量 既然很多东西都是 亦都是要适当地用 和有互相的大家的影响 嗯 那今集 麻烦了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抗物质的资料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 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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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